今天我们准备从德黑兰出发前往伊朗的另一座城市 但在伊朗的五星级劣势上 一个疑似伊朗黑帮的大叔拦住了我们 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下车后我们又为何被伊朗警察拦住 跟他们告个别吧 这个老爷爷我特别喜欢 告别了这个我们在德克兰住了四天的民宿 然后我们又要启程了 开启我们的伊朗华游之旅 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的旅程还没开始 但还是印证了那句话 伊朗最有意思的是人 人是最好的风景 我们先来报个目 今天是 我们是梁乔斯今天是我们百国旅行的第99天 我们在伊朗德黑兰 然后今天我们要从德黑兰出发前往一个叫做卡桑的小城市 那里据说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巴扎也是非常的精美 而且今天我们要坐火车去 我已经怕了 我也怕了 Let's go 走 在八公里花了44元以后 我们发誓不再当水鱼 这次我们打算用本地的一个打车软件轿车 看看价格区别到底有多大 好像我们这离活站是5点几公里吧 我估计我推测一下 大概也就5块钱这个样子 其实在伊朗用轿车软件的难度在于他们的车牌是波斯语写的 新手识别起来会非常困难 价格是固定的 而且有些夸张 36万块钱 36万就是 36就是7块钱 7块钱啊 老铁 我操 多少公里 7.5公里 还是8公里 第一次用软件成功叫到便宜的车车还有些兴奋 只是德海南的交通可以用非常糟糕来形容 即便是中午也不会好到哪去 然后你看现在他们还在刷抖音呢 然后实在是太多了 二十多分钟后我们到达了火车站 你可想而知本地司机赚钱是有多么的困难 但累儿却 哪里 百千万 你拿了五万 多万一 OK OK sorry 5万约等于1块钱人民币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火车站 这是他们的首都火车总站 这里看着好老旧哦 说是他们的火车舒适高效 然后还便宜 最重要是便宜 火车站的内部非常的干净整洁 对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能够感受到这里曾经富有过 而且他们依旧保持着一个体面人的尊严 我们决定先在这吃个午餐再做打算 请你们接着烤爸爸 我们点餐是这样点的 首先你指一下先照相 照了之后然后你告诉他我要吃这个就OK了 我们试一下我们用照片点尝看能不能成功 来 顺利点到了自己想吃的 理论上来说这种方法适用于任何国家 但有个致命的缺点 缺点是什么 你们可以猜一猜 这是我的吗 对 尝一个哈 嗯 这个搞成锅巴了脆脆的 它的面看得很入味耶 好吃吗 好吃 还有肉末了 你一定喜欢 哇塞 说好我的面呢 吃完午餐我们来到了售票处准备买到卡上的火车票了 我们的英语确实是工地散装级的 但我认为前面说的卡上还是表达清楚了 从德黑兰到卡上只有短短的100多公里 出票后的价格却高得离谱 至于原因嘛我们后面再做揭晓 我告诉你们这个票的价格还稍微有点贵 大概要80多块钱人币一张 你知道吧 但是它是含了晚餐还有茶的好像是 对吧 晚餐和饮料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本来想买已经机场了 就是便宜的 但是它便宜的卖完了 所以只剩下就是稍微高档一点的 然后我问他还有没有更cheaper的 他说卖完了卖完了 好吧 那我们就体验一下VIP 我老觉得这80块钱一张的票不符合我的气质 你不是有经济实力的吗 我就是我有经济舱的实力 没有经济的实力 列车是晚上6点的 但我们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列车晚点了 屏幕上显示的都是波士语 我们只能带着行李 在进站口席地而坐等待着 两个中国人坐在地上的样子 引来了众多当地人的侧目 不使有人找我们合影 在这里你得习惯作为明星的存在 出发下一个城市喽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火车到底长什么样子 看一下我们叫什么 第一站贵族到底做什么火车好吧 哈哈哈哈 就这里到了老婆 对 你看还有地坎迎接 我们就是贵族了老婆 直锤了 欢迎来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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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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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售票员把卡扫听成了马上哈德 本来往南走180多公里 变成了往东走800公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车票花了80元的终极原因 对于我们来说旅行的意义当然是拥抱为之 那没什么可纠结的了 那我们要不就直接去马上哈德 那就去马上哈德吧 OK OK 马上哈德 马上哈德 It's OK It's OK Yes OK 现在我们来开箱一下我们的 臥铺 我觉得这个臥铺好人性化 白天的时候就会改成四人座的 然后晚上的话这就会变成一个铺 你看这上面有一个 我们行李放在上面 对 我们这位邻居要帮我们拿开来帮我们把铺铺放上去 不然我们坐没地方坐 再来可以延伸出来 对 可以延伸出来就很长了 对对对 它更舒服了 我觉得伊朗的火车好舒服 真的舒服 这个必须推荐一下 更夸张的是 火车还提供一次性的消毒液牙刷甚至耳机等 从这些细节能够感受到 它们是一个被封印了的发达国家 然后接下来在接下来的5到6个小时之后 跟我们开启一段不可思议的 神奇的随机的旅行好吧 嗯 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结束 还有晚餐呢 哦 对对对可以 晚餐包括了饮料和一份鸡肉饭搭配蔬菜 这种超值的体验在任何国家都很难感受到 作为过来人 我对你们有一些忠告 就是憋住尿 尽量别去厕所 因为 他在给你展示什么 我上个厕所都没叫做 这哥们和其他的伊朗人穿着有些不同 穿开口的黑色衬衫在伊朗并不常见 他的脖子和手上都带满了各种装饰品 老实说有点像伊朗黑道上的人物 他拉着我并在行李里翻找一些宝贝要和我分享 伊朗跟我们不一样 他没有边界感的说法 哪怕刚认识五分钟也非要拉着你玩扑克 其实我们已经很想睡觉了 但我们不能拒绝 因为这种事是可遇不可求的 是的 在车降已经熄灯的情况下 老哥愣是把另一个哥们也叫了起来 这种脸皮反正我们是不具备的 不然我们现在已经100万分了 这老哥甚至不会哈喽 谢谢这些基本单词 但只知道21 所以你们可能也猜想到了 我们接下来要玩的游戏是什么 我把把都输我没赢过一把 我超多的那种玩 说来也是奇怪 只当做游戏玩的情况下 我们连续20把居然没有赢一把 这老哥不会真的猴记到 把出老千的功底用在了前20把上吧 然后他拿出了里亚尔 意思要跟我们玩真的 我去真把我们当傻白甜了呀 旁边的哥们也不停死眼色 要我们假装即将睡觉了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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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很棒 这老哥说他脑子有点问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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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这老哥确实不是什么正经人 堵通老铁离开以后 我们很快就睡下了 在伊朗的凌晨 我们到达了第二大城市 马斯哈德 现在是一两个时间五点整 然后 哇 昨天睡了一个真的不错的觉 我们十点钟睡的 然后 现在 刚刚才起来 这个卧铺真的是又平稳又舒服 然后 是我难得睡得很好的一次 嗯 我们已经看到城市的灯光了 然后慢慢我们就进入城市了 至于五点钟我们现在该去哪 我真的不知道 一脸懵逼 下去先上个厕所吧 然后 然后找个地方再睡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们现在去候车室先等等吧 马斯哈德 毕竟是他们的第二大火车站嘛 所以说这个火车是比较大的 看到没有 我们然后在他大厅里面有好多的椅子 我们就随便找了一间 然后我们也准备在这睡一会 睡到 八九点钟吧 九点钟吧 九点钟 我不准备睡了 你不准备睡了 我不准备睡了 你要玩会儿 一点都不困 累人睡觉的同时 太阳也缓缓升起来了 我抓拍了一些平凡无奇的空镜 但一辆警察却叫住了我 我被带到了值班室 真的被吓得够呛 我去 刚刚就是录那张日出的照片 然后我直接就被警察叫去办公室了 然后他们一直说当地员嘛 我实在是不通 但是他们对我们的态度还是蛮好的 然后了解了我们这真实用意之后 然后也没说什么 甚至都没要求我删除照片 就放我走了 挨到了早上十点 我们背上行李开始寻找宾馆 宾馆的位置很尴尬 离火车站1.7公里 我们决定徒步过去 因为我们想看看 清晨的马斯哈德是什么样子 我们找到住宿了 这家住宿书问一下 多少钱一天 这个住宿看着不错吧 这么豪华 这里的价格一般都不太惊人 这种不是对外的宾馆的话 估计会便宜一些 如果它允许我们外国人居住的话 前台确实一句英语都不会 但我们通过翻译软件沟通 看到房间和报价以后 我们有点傻了 太香了吧 这个人 你看我们的房间 你们打死都猜不出这个价值 我告诉你 打死都猜不出 我在算上好像搞错了没有 30万图办 就是300万零二 零二出狱 真的是这个价 70块钱人民币一天 在马斯哈德 我们没有任何安排 因为这是一次意外的随机旅行 但就在第二天 我们却被当地人请进家里做客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 我们下期见 最后记得点赞转发投币三连 我们会陪伴你们走过八年的时光